請坐 全可以稱呼你唐小姐嗎 都可以 這是你的麥克風 我們剛剛已經Re好很多很多的問題 然後我們先幫你 要幫你先擦一下嗎 都可以是不是 我們這一切freestyle 有感覺到現在有一種拆鱗鋒芒嗎 好 可以嗎可以嗎 好的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S 我是艾爾莎 然後這是超級崇拜你的學員們 哈囉 他們今天很多人特地請假 從高雄上來 從各個城市上來 所以就很期待你跟大家的提問跟回答了 好的 可以嗎 我看已經有33個問題了 大家隨時可以繼續上 哦 問題不夠的意思這樣 我們沒有講33個問題 他直接速讀就看到33個問題 我們上面沒有標33耶 厲害厲害 有嗎 嚇死我了 螢幕上面有 速讀 好 那可以 要直接回答嗎 好 我們很尊重你的時間 是 我想 如果有人剛好沒有帶手機 或者是不太習慣打字的話 那我們通常也可以舉手 那所以舉手的話 就請主持人Cue這樣子 好 如果主持人沒有Cue的話 我就會按照Slido的這個順序 那如果有少的朋友可以投票 投票數量越高 他會浮在上面 那最上面的會顯示出來 所以我就比較知道說 哪個問題是哪些朋友想要聽到的 那這樣我就會把時間放在 就是比較多票數的 欸 講一講就34個問題了 所以常常回答 回答完一個會冒出好幾個來 這樣子 對 那主持人如果有 也想要這個chime in 也想要回答的也可以一起聊一聊 可以看我們也還準備了很多 額外比較personal的問題 真的嗎 所以我也是可以隨意打斷你的那種嗎 對對對 或者是你看到有人舉手 就請他來打斷我 好 應該有數位麥克風嘛 數位就好幾位嘛 所以大家就可以就是一起拿麥克風聊天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是從哪個開始 我們就開始了 OK 好 瞬間就24票了 25票了 有25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講師擔任政務委員 需要領導很多個部會 來完成跨部門的工作 那可不可以分享 我想在跨部門溝通領導跟管理上面的技巧跟經驗 我想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是我們在協調之前叫做電子禁忌 電競這個案子 它是我剛加入政府的時候 第一個碰到的跨部會協調案 那電子禁忌我想大家如果有玩過手遊 應該了解到說在台灣是非常非常多人玩的 但是他們的選手 那當時光是簽簽證都沒有辦法邀國外的選手來 借場地也借不到 為什麼它沒有主管機關 那主管機關當時大家很直覺覺得說 體育應該是體育署嘛 但是體育署說因為它沒有動到骨骼肌 所以不算是體育 就是沒有動到身體這樣子 所以體育署就主張說 這可能應該是文化部的事情吧 那文化部是說 那個電競有一百年的傳統 再來找我們 因為他們是發揚新奇書畫什麼的 他覺得這應該是經濟部工業局的事情 那經濟部工業局就說 你宣稱他是選手 但是他用的那個機器 就是硬體軟體 好像打球那顆球 球場什麼東西 這個我們管 但是我們工業局從來沒有管過人 所以運動員不可能是工業局 當然就是體育署的事情 所以我的做法其實不是 不是說這三方面主張哪一邊是對的 哪一邊是錯的 相反我是選每一邊站 就是說我每一個部分 都去很仔細地聆聽他的想法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協調了 十年之久的那個脈絡 全部都整理起來之後 我們就逐字逐句地把它PO到網路上面 那當時呢我們就看到非常多的鄉民 在八卦版 在PTTLL版 在Mobile01 在巴哈姆特 在雅虎電競等等的這些 我應該還漏了很多 就開始討論這個題目 那當然每一次在討論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人沒有看那個脈絡 就留言嘛 帶風向嘛 這個當然會的 但是通常呢就是前四樓 這個帶完風向之後 到這個第五個推文的人的時候 他就會提出非常有價值的建議 而是叫專業的五樓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把專業的五樓 這個概念 好比像有人提出來說 可是下圍棋的人 其實是文化部是認的 這個文化部有一個圍棋的替代儀的方案 或者有人說 他主張圍棋乾脆就是一種電競 他也沒有用到谷歌機啊 但現在圍棋大部分都是在網路上面下了等等 它是回合制的電競等等 就是說會有很多五樓的人提出非常棒的見解 雖然他是好像用一個筆名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其實我常常猜 他應該就是承辦科的科長 但他換了一個身份 就是在PTT或者巴哈姆特上面 抽屜裡面那個見解 只是因為他的部長不同意 他不敢在會議上面提出來而已 所以在這個逐字逐句都對外公開之後 就收集了這些很棒的見解 然後就說按照鄉民的意見 這些電競的朋友 他應該是某種記憶的表演的 這個競賽者 這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這樣大家都沒有意見 這個對他們來講 不會任何一個部會好像拿了這個業務之後 就好像採線 就是去把其他部會的業務搶過來 然後他又沒有那麼多人手可以做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在讓大家同時都更安心 不會說好像承擔了不需要承擔的額外的責任 但是又省力 就是說幫這些選手啊什麼 都想去跨部會協調人力 但並不是說我很厲害 我完全沒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我只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 好像Slido一樣 大家可以在不需要揭露自己 就是承判科科長的那個前提裡面 然後透過大家彼此按讚投票等等 把真正好的所謂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眾的智慧把它結合起來 那我們當時就這樣子公佈竹子搞了三次 那短短兩個月 我們就協調完這個大概十年來 就是大家協調一直失敗的一件事情 就先舉這個例子就好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太強了 我覺得妳剛剛有呼吸嗎 有啊 我在痘號的地方呼吸 浮得很快 他就在處理痘號前面 就沒有注意到我有呼吸 那就幫忙補問一下 因為剛剛好有學生 現場有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常在進修的過程 你如何去判斷資訊的真假 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資訊的真或者是假 它不是由我自己來判斷 是由大家来判断 就好像说 现在slido已经85个问题了 哪些是很有价值的 哪些是来乱的 这个不是 趁乱告白 就是很多嘛 那这个就不是我来判断 而是靠大家来判断 也就是说 我的目的是创造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面 来乱的人 他消耗自己的时间 但是很难消耗别人的时间 那大家只要 都是动动手指 按个赞啊之类的 推文虚文 轰鸣显什么之类的 那个情况 我就可以知道说 哪些是比较值得我的注意力的 所以这个同样也是一个 群众智慧的态度 而不是说我来裁定 哪些问题好 哪些问题不好 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现场的女士们 你感受得到 我们也没在呼吸 对 因为真的要很认真听 才会密掉什么 我觉得很棒 其实是有很棒的insight的 那我们来看 继续接下来的问题 OK 我有注意那个句号 我有多听一秒钟了 有83位朋友们问说 那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以及没有人生目标的人是怎么办 我自己的人生目标蛮简单的 就是我希望我登出这个世界的时候 能够讲得很清楚 讲出来说 这个世界比我登入的时候 好了哪些地方 所以希望是每次 好比想说 每天晚上睡前 其实因为我小时候有心脏病的关系 我一直到12岁以前 我每天睡着的时候 都不确定隔天醒不醒地来 我是动了心脏手术之后 才确定大概醒得来 但是我们知道 4岁到12岁是那个人格形成的关键期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真的每天睡着的时候 就好像在预习 那个登出这个世界的情况 所以我会有这样子一种习惯 就是我会在睡前把 好比像说 刚刚讲到这些株资记录 我想到一半的草稿 新制图 录影等等 全部都公开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 好像这个买个保险 我如果醒不来的话 至少我想到一半的东西 别人可以继续去想 那不会因为说 我醒不来而中断 所以等于每天都在练习 这样子一种人生目标 那如果还没有人生目标的话 我觉得跟迷惘相处 也算是一种很重要的人生的意义 所以你知道跟迷惘多相处久了 我想那个目标会自己浮现 不需要一定要从上而下设定一个目标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那补充问一下 就是迷惘这件事情 都是哪一方面的迷惘 比如说情观这种迷惘 确实 其实我在白天的时候 是很容易接受到其他人的情绪 那很容易接受到其他人的 甚至很强烈的情绪 有的时候跨部会协调的时候 这个派桌子什么都是有的嘛 但是对我来讲 就是我会跟这些感受 不管舒服或不舒服去相处 我不会急着说 好像我急着要处理掉 我不想要再感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会就是细细地去品味这种感觉 好像说怎么讲 就是它是我这个客厅有一个沙发 那有人暂时要来住一阵子 我就让他住一阵子的那种感觉 所以常常有人问说 那在网路上面常常会有对我原身攻击的啊等等 那我就说对啊 我就让他在心里住一阵子 然后我也可以抱持着一种欣赏的态度 就是中文可以这样用啊 这个 这个是蛮不容易的 我也学到了 这样子就把它当作一种语言的材料 那只要是在白天的时候不去下判断 不去硬要就是把它驱逐出心力 不要有所谓的防卫反应嘛 那这样子晚上有睡够的话 那醒来之后 这些真的都变成梗啊 我就可以开自己的玩笑 我就可以就是很幽默的啊 用心上的态度来面对这些比较强烈的情绪 转练的力量很强耶 我有看你有个著名的贴子叫每天睡满八小时 对 后来我就被一些高中生抗议 说这个 因为他们需要睡到九小时 他们年纪比较近 所以他们国高中生就说 这个他爸妈就说谭凤说睡八小时就好了 所以后来我就要改一下口号 说这个要睡到自然形这样 可以可以 很好很好 那你也没有曾经骂人不带张志过 其实对我来讲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骂人 所以我其实就是一个一个quotation 就是说让他知道说他这样子形容我 我在里面发现有趣的部分 那很可能是因为我在Siri 就是苹果的那个随身助理的那个team里面 我跟他们一起工作了六年 2010到2016 所以我入个前的工作就是在Siri里面 那我所负责的呢就是要确保说 我2010刚加入的时候他只会讲英文 那这个时候这个别人骂Siri啊什么之类的 他有一套应付的方法嘛 我们找了很多这个剧作家诗人啊什么 去确保说他可以化解得了 那所以我的工作就是确保说 他从这个不管我们中文还是上海话 还是什么东西 他可以跟就是当地的这些剧作家合作 这些诗人合作去确保说 他就是你骂Siri的时候 他的回应都是不带张志的 因为如果带张志我们iPhone就买不出去了 他原来是Siri的师傅耶 完全又多了一个角色 他也在 真的 那你会不会比较不喜欢跟不聪明的人工作 我们号称小横瓜 譬如说我们的小编啊 我们的公司的员工啊 其实对我来讲 每一个人从他的角度去看世界的时候 他就是那方面的专家 所以当我所谓选每一边站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是聪明还是不聪明的问题 而是说我能够理解他的立场还是我不能够 那如果我不能够应该是我不聪明而不是他的问题 所以每次跨不会协调的时候 我只要觉得另外一边匪夷所思 所以你看我们两个的问题了 那如果你有团队跟你说 诶 请问唐老师什么是copy paste 你会怎么回答 会 什么是copy paste 就是复制跟贴上的意思 好有智慧 就是冷静的回人家就好了 冷静的回答就好了 我觉得很棒 不要一直骂员工 对 我说 好 对 好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很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接下来的问题 是 有其实四位朋友们问说 曾经听说唐某文在会议当中面对两派 其实两派是最容易处理的 通常四五派 相反意见激烈招风的时候 依然能够保持冷静 然后耐心地去跟他们商量说 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去 大家立场都不一样 但至少有点共同的价值吧 那想要问说这样子的好EQ是不是天生的 以及怎么样子培养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天生的 因为我是先天心的心事中隔缺损 所以小的时候就知道说我血液里面的那个氧气的含氧量是特别少 就好像一直都在玉山高峰上面那种感觉了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只要脑袋就是突然间它需求的含氧量变高 也就是说我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 那我的大脑会自动shut down 就是说脸色会发青 然后就会晕倒 然后醒来就已经在保健室了 那所以就是我从小就是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本来就已经学会了很多方式 就是不管是深呼吸还是怎么样 去确保说当我一开始觉得我不一定是很生气 有时候也是太开心 太激动 反正只要心跳速率高过某个程度 那我身体就会自动去做出反应 那因为四岁其实我也不记得我怎么练习的 反正从我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是这样子 当然并不是说就是我后来开完道之后 都没有过就是很开心的经验 但是至少就是我身体里面有一个 好像自动那个踩刹车 自动器的那个反应 完全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心脏 心跳 怀跳 我看你以前很难呼吸的感觉 因为我现在扛着一只 就两个心跳也很难呼吸 是啊 是是是 了解了解 可以想象可以想象 所以一路这样练习过来 没错 所以坊间那种各种派系的呼吸 你都觉得很简单 对对对 就觉得说不需要特别去练习 因为从小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本能的反应 就是求生反应 所以从小练习很重要 那如果现在已经三十几岁来不及练习怎么办 不过我现在觉得说 不管你长大才学弹钢琴 还是从小学弹钢琴 这个就是不断练习就会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说 尤其是呼吸 因为你每天不管有意识还是没意识 反正都得呼吸那么多次了 所以就是说 你把其中一部分转成有意识的 我觉得任何年龄都可以开始 我们两个一直崇拜 然后大家就 我们两个一直崇拜 我们两个一直崇拜 对 我刚刚一直很想要把手机拿出来 用这个特别视角拍你可以吗 可以啊 没问题 你别在做奇怪的事 准备下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来准备我的手机 刀到侧拍 抓拍 对 这应该是摆拍 Anyway 那有61位朋友们问说 在我人生当中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没有记忆的 好比想说这个心脏的状况 这个不算嘛 以我有记忆的 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我14岁 就是古中二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跑去跟我的校长去说 虽然我爸妈其实没有很支持 但是我就不太想再来学校了 那原因并不是因为校长办学办得不好 而是说我想做的这个研究的题目 就是在网路上面 人跟人之间怎么样彼此信任 的这个题目 我们教科书上没写 而且就算大专用书有写的部分 也比我在网路上面看到的 落后了大概十年左右 那我直接写email给这些研究者 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才14岁 所以他就把我当作另外一个研究者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做研究 甚至一起发paper等等 那所以我希望校长能够给我额外的时间 我一天想要16个小时做研究 不想要折下课的那8小时来做研究 那我在脑里其实已经准备了整套 那个协商的剧本 就是他一定会反对 他一定会讲这个理由 所以这套我要这样回 他如果那样讲我就要那样回等等等等 所以整颗那个决策术已经在我脑里 那但是没有想到 就是校长想了一分钟就说 好啊那你明天不用来上学了 就是 就是如果有这样学员跟我们讲 我们也就叫他走了吧 太聪明 我们也想一分钟告诉大家 在我的心灵里面 我就有一种中二的感觉 就是说 原来公教人员是全世界最创新的一群人 那只是我们平常在外面都不知道 对 他是很愿意有担当的 那如果校长当时不是这样子愿意保佑我的话 像当时同期的 应该是曾亚妮嘛 然后周军勋是不是 就是我们有几个人都是校长特别保佑 那如果没有校长特别保佑的话 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个自学啊 或者是实验教育 那当然我爸妈更不可能被说服 但是我回去跟爸妈说 校长都保佑我了 他们也讲不出什么 就是反对的意见来 所以这个对我的人生 当然是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小时候的一些关键事物 让你记到现在 对 我们几乎都会忘记 是 没事没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很棒 那我想问一个比较如果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回台湾 你会在哪里 我如果没有回台湾 我就是在德国嘛 因为我本来是在德国的 那我是10岁到11岁那一年 有在德国 那当时在德国 本来就要继续念上去啦 念Gimnasium什么 那就是在那一年 就是快12岁的时候 被诊断出来 所以心脏的状况复发 那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比较熟的那个仪式什么 都是在台湾 而且如果不幸这个开套失败了 这个登出的那个地点 希望能够在台湾 所以是有那种很朴素的那种想法 那但是 当然开完刀理论上可以回德国 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如果 我不是只有把自己的教育环境弄好 而是我可以帮忙 把大家的教育环境都弄好 不要变成 因为我当时会去德国 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适应 在台湾这种教育环境嘛 那所以 也许不是我的错 也不是教育环境的错 而是我们可以一起来 把教育环境弄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当时就想说 那我们可以留下来做教育改革这样 所以如果不是要开刀 也许我就后来就一直在德国发展 哦 那你在台湾怎么看待女力学院这个学院 是 我觉得大家问题都问得非常好 马上跳的 群众智慧是真的有道理的 当然这是我看到的这11个啦 对不对 这另外就是100个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哈哈哈 对 那但是我觉得有这样子一个场合 也就是说 不是透过视讯去取代人跟人之间的分享 而是我们透过一些就是数位的技术去聚焦 但是 大家还是有这种面对面 然后做得比较近 然后 还好我们防疫成功 我也打了三针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真的啊 这样子的情况 对那我觉得能够维持这样一种共同学习的感受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 那女力学院 人家就是一直 一直逼 一直逼 你如果有什么稿子要我念 哈哈哈 很聪明欸 我现在有那个Deep Fake Model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字丢进去 就自动合成 唐凤帮你念那些东西啊 哈哈哈 最近大家有看我Facebook上面那个 有人Deep Fake 我吗 现在这个技术很成熟 哦 我们下次会准备了 我觉得很好 我们是一个纯女性的学校 自己这个初音化 对 初音吗 很好 初音未来 嗯 我们来slide of society 好对 那所以就程序这个啊 对我想就是一定要的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有任何像这样子一个 大家为了我们永续发展目标的任何一项 而聚集在一起 然后把大家的就是时间啊注意力等等 都放在彼此学习上面 我觉得都是我作为负责社会创新的成务委员 是绝对要来帮忙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应该是蛮早就答应了 那只是差别只是说如果防疫不太成功 我就要远去 那现在好像还好 所以我就尽端来这样子 哇哦 很感动啊 很感动 我们自己很感动 谢谢 非常非常谢谢你 然后再继续下一个我觉得很棒 好啊 有五十一位朋友们问说要怎么样训练自己的专注力哦 那其实像我刚才一路讲到这边 大家会发现说我手机也没有响 然后也没有任何这个pop up这个跳出来 然后也没有任何东西干扰我 就好像说我真的全神灌注就是在大家的状态跟这个问题上面 那这并不是因为我演讲才这样子 我平常工作也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知道我说番茄中工作法 就是说三十分钟里面只有最后的那五六分钟 去就是刷飞 去看这个就是推特啊 或什么社交媒体 或者去看这些即时通讯软体 那但是在我真正工作的那二十五分钟里面 这些是全部都不看的 所以就是平常就是关经营 平常就不可能打断我 那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专注就是所谓进入这个flow 心流的这个状况 对我就是等于每天大概十个小时的工作里面 大概至少有个十五六次是这样子的flow的情况 那这个对我的一起工作的人也非常有帮助 因为如果你及时地会即时讯息 你也在打断它 那大家都知道我半小时才会一次即时讯息 所以我每次看到即时讯息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变成一封email了 就是说人家已经想清楚了 而不会变成是说好像他想到一半 这个因为还没有想清楚 所以赶快抛个表情符号还是怎么样 所以就是它不会变成所有人都在 有点消耗所有人的时间的那个情况 那再加上说因为我公务是不用line的 我是用比较容易搜寻的像rocketchat 等等的这些通讯软体 所以我只有刚醒来看一次line 下班之后看一次line 所以我是怎么把email当line用 把line当email用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打断我 我也不会去打断大家 那这样子专注就会变成一个常态 而不是说好像你要专门观景 怎么样才专注 因为很多人的专注它是要有一种仪式感的 他要泡个茶喝个咖啡 然后可能进入专注已经花了一个小时了 那你是直接专注在番茄工作 对因为我从2010年左右到现在已经十几年做番茄中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已经内建一个时钟 我会觉得不是那个时钟 不是指挥官 但内建一个顺时钟 就是说一个番茄中了 是说当然也会内建一个指挥官提醒我要戴口罩 但是就是说会内建一个番茄中 所以我现在就有一种感觉说 好比方说我现在不用看时钟 我就知道说大概可能20分21分 天哪 太强 那今天53分晚3分钟 是是 我还是这样子 终于被你问到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那所以大概就快要接近25分的时候 我脑里就已经会有一个虚拟的番茄中开始想 所以就是说别人会需要一个仪式型 确实是没有错 我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需要的 但是因为已经十几年了 就已经完全内化了 所以我现在脑里会就是自动向前 可是你在自己的休闲时候 然后就是会被这个钟打乱嘛 例如说你就会逼自己 或下一次不能休息太久这样 对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番茄中工作法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在假日不能使用 对所以举例来讲 像对我来讲 礼拜六礼拜天是绝对不排实体的行程的 对那礼拜六偶尔还排一点视讯 但是几乎就都没有 那即使是在week day 我七点到七点以外也绝对都不排 而且事实上找不到我 所以是在这个情况下面 那个番茄中是有一个就是time bound 在那个时间的框架里面使用 那你有看《华丁初上》吗 我想说看到一半就一直被钟打醒 就不知道谁杀了那个苏妈妈这样 是是是是是 好像这个我爸最近有在看Netflix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看《华丁初上》 我是没有什么时间追剧这件事情 所以我之前会就是比较看到什么东西有兴趣的时候 我会去看他的剧本 或者是他的至少漫画的那个版本 因为如果是纸本的话 我看的速度非常快 我只知道是光速的 那但是影片的话 我放到五倍我自己就看不懂了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 影片能快转的程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就会宁可去看剧本 人家头脑想得太快了啦 他也没有戴手表 那等一下需要给你番茄失踪的那种放空休息吗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是在一次的这个 其实你现在就在帮忙休息了 对对对 其实我现在就是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里面 很好很好 我们没有很轻松 我可以理解 是吗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OK 是是是 好 那有五十位朋友们问说 那请问怎么样子自学 又如何建议大家增加学习力 而且还特别打个括号说 是要output 就是说这个学习是强调那个习的部分 而不是只有学的部分 就是不是只有吸收知识嘛 而是要practice 就是要实际有所产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都是所谓这个书到用时随便找 就是说我不会去说 好像我一定只能看哪种书 不能看哪种书 我都是现在有一个project 有一个专案 那有了这个专案 它需要什么样的先辈知识 什么样的文献等等 那我就去追这个文献 那每个文献都有citation 所以我就再去追再去追 那我看不懂的就写新闻作者 我从国中文年纪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从我角度来看 其实这是PBL 就是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是你先有一个使命感 先有一个我就是要看到这个outcome 那所以 因为有这个purpose 所以我需要一些output 那这个就是project 那你有了project之后 那就是另外一个PBL 就是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因为你要做这个project 总有一些问题想要解决 那不一定自己能够解决 所以就需要跟别人互动 所以purpose先 然后由purpose带到project 由project带到problem 那三层的大概都是PBL 那但是如果这个purpose 你可以很容易地 让其他的学习者研究者知道说 原来我们两个都想要 好比想说通过网路 让彼此陌生的人 能够更加彼此信任 而不是说通过网路 这个明明是好朋友 就很容易吵起来 然后就解好友了等等 那这是我的研究题目 那全世界正在做这个题目 虽然它是不同的学系 不同的学派等等的研究者 我把这个purpose讲清楚的话 大家都非常愿意回我email 也非常愿意就是跟我开始 同样的这个project 所以这个purpose能够articulate 就是讲清楚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 因为刚刚在你来之前 很多人还是对这个自学 就是如果他们可能 就是再基础一点 想要自学一个新技能 因为现在可能资讯越来越发达 然后大家知识焦虑 那他可能没有那么学术 但他又不知道 就是他到底要花时间去学吗 还是如果真的要学话 那个系统是要跟着什么系统 他自己头脑要建构一个系统 还是要去看别人怎么学 然后去模仿那个人 就是对于任何一个新知的学习 是 这非常好的问题 但因为每个人的学习模 它也都不一样 就是有些人他只能透过互动学习 那有些人互动是完全学不到东西 他只能透过一些抽象的东西学习 那又或者是说有些朋友 他是你用图画画出来 他就很容易就看得懂 但是你同样东西用线性的文字 那就是没有办法的等等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 先知道自己的学习 就是在多元智能里面 你偏好的那个就是互动方式是什么 然后这个确定之后 那你当然就可以去找跟你的学习方式比较像的社群 那在那个社群里面 你自然就会开始透过人认识新的知识 再透过这些知识认识更多的人等等 但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学习方式 然后就觉得说旁边的人看起来他看的书就会背 那我也应该要吃死读书就会背 那说不定不是这样子 所以自己先搞清楚自己偏好的学习状态 这个蛮重要的 那在那个学习社群里面 如果太害羞 不敢讲话怎么办 很多女性会比较冒牌者的症候群 或是内向没知性 是是是 但是对我来讲 其实认真的聆听也是一种assertion 就是也是让大家知道你的存在感的一个方式 事实上认真的倾听所造成的存在感 它能够持续比较久 也就是说像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面有看到 我有office hour 就是之前在那个社会重新实验中心 路三段九号的进驻团队 会找我来就是聊可能四十分钟五十分钟 那大家就会发现说 我其实很少打断他们 可能四十五分钟里面的前接近三十分钟 就是一个番茄重 我都在听 那并不是说我没有存在感 而是说从他们的角度 就是他们是想到什么就可以讲什么 不会因为说好像他思路中断 或者是说他觉得自己提的问题太笨 或什么之类之类 但是当他一直讲到他没有话可讲的时候 那我才开始讲话 但是我讲的话从他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好像所谓蜻蜓就是 随着他倾斜 已经完全进入他的那个世界观了 然后我慢慢回复的过程里面 我加这么一两句话 可是这个时候感觉就好像 我有脑破控制的能力一样 因为对他来讲是他思路走到不通的时候 然后我沿着他走两三步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想大家如果就是有积极聆听的这样子的经验的话 其实真的不需要急着所谓表现自己 而是说别人就是一路就是表现到他思路走不通的时候 你随便跟他讲一两句你想到的这个insight 他会非常感谢你 而且他会永远记得你这样 但是如果没有前面这半小时的倾听的话 其实我们也没法进入那样子的状态 真正的影响力就是聆听 因为聆听很多人是没有耐心的 对 但你的耐心也是培养出来的吗 对啊 就是不要开那个就是声音啊动静啊 随时都在那个专注模式啊 现在那个iPhone很容易跳到专注模式 虽然我不在苹果 但是我觉得就是珍惜彼此的注意力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肯定在30秒内已经搞懂他讲了30分钟的商业模式了 但这30秒跟30分钟的这个 的差别 就是那29.5分钟 我是在让自己进入他的心情里面 就是他的情绪状态里面 难怪大家都会爱他 对啊 我们要自己好好练习一下 非常感恩 是是是 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OK 有40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唐凤老师是怎么样培养做所谓清醒梦 而且在梦中持续学习的能力 你要准备你的内容 其实对我来讲 我所谓培养的意思 就是我不碰触控式荧幕 我发现说我只要睡前碰触控式荧幕 那我就会误以为那个荧幕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 然后慢慢就会变成荧幕在划我 就不是我在划荧幕的情况 然后呢我的睡眠品质就会受到影响 而且我在梦里也不会有什么insight 然后醒来只会记得就是睡前滑荧幕的那个追局 还没有追完的那个状况 大家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 那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帮助在有触控荧幕之后 就是去继续坚持说我继续用这个Stylus 就是这支笔 所以你会发现说我在不管是跟人交谈或什么时候 这个笔是比较不会离手的 那原因就是说 因为这支笔很明显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用它来操控我的这个荧幕 显然也就不会让我觉得说 这个荧幕是我的身体的延伸 因为笔就已经不是我的身体的延伸了 所以它会带着一种intention 就是我先想我要跟荧幕的哪个部分互动 我再透过笔或者键盘 或者是touchpad或滑鼠去跟它互动 有一个间接性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等到就是觉得困了 那我要睡了 那就是我自己觉得困了要睡了 而不是说这个荧幕上面 荧幕开始变暗了 什么黄光还是蓝光什么变少了 我才觉得要睡 就是说我不会把我自己的心理状态 去跟外面的这个荧幕去把它绑定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就是每天的睡前都可以有一种 它是它我是我的这种感觉的话 那这个不管是在梦里面学习 或者是好的睡眠品质 清醒梦等等 我想那个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所以反而是要去抗拒这种touch screen 就是触控荧幕的这种对精神健康的危害 讲到精神健康 但每个人都会有内在需求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的时候有些生理需求 对 我想当然会口渴 什么当然是费调 口渴 好 我想的是比较再夸张一点的 是是是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我是我他是他的话 我就不会有一种说 好像我会在梦里透过那个剧情 去满足我的生理需求 而是说我如果在梦里面就是觉得 突然间口渴渴的话 那我就暂时暂停一下嘛 我就稍微醒来一下 然后喝个东西 然后再继续睡 它感觉会是连续的 但是如果我在睡前是滑触控荧幕滑到一半 那我醒来大概就不会只是喝水而已了 我就会去就是本来在滑什么就继续滑什么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先把自己跟那个荧幕的分界分开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哇 连睡梦中都在学习耶 你你常做梦吗 我没有 我刚以为你要再问直接一点 是 是 是 不然你也可以分享 你也可以分享 对 没没 大家比较想要听你的故事 所以我们先看下一个问题好 有44位朋友们问说 老师看起来一直都很平静 请问有没有恐惧的时候 以及怎么样子去面对恐惧 当然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在可能4岁到12岁那一阵子 我睡前其实绝对都是恐惧的 因为我一直都记得 就是我4岁的时候 那时候去看心脏科医师嘛 那医师就跟我父母讲 但是我也在旁边听到了 说他什么 这个小孩能够活到动手术的时候 几率只有一半什么之类的啦 对 那所以当然对一个4、5岁的小孩来讲 这个是一个trauma 是一个创伤记忆 就是随时都被提醒说 如果学到的东西不发布不交出去的话 那可能明天就没有了等等 所以那个是不是恐惧 我想当然蛮恐惧的 这个是事实 那所以就是我后来就养成 刚刚说仪式嘛 一个仪式说 我就是每天学到的 那我睡前一定都要发布出去 那这个仪式其实也可以说 是这个恐惧的升华 就是一个sublimation 就是说我自己找到一个方式 去面对我的恐惧 但是我面对它 处理它 放下它的方法 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那所以就是整个社会也会支持我 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恐惧是很好的 因为它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对于我们自己的人格是需要注意的 但是你注意的时候 就像刚刚讲到的 如果是急着把它赶出去 那那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嘛 所以那个就是 实际造成那个trauma 只有每次都被提醒而已 但是如果你的解决的方式 是对社会有公共的益处的 像我这种激进的透明等等的这种方式 就发表我的著作 不主张著作权 因为我想说 我反正明天可能就死了 所以我死后要75年 你们才能够免费地用我的作品 不是很无聊吗 所以我就是所有东西一发布 我就立刻抛弃著作权等等 那这个后面都是 面对这个恐惧的一种升华反应嘛 但是因为这个对整个社会有好处 所以大家就愿意 纳税让我做这份工作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等于我就可以跟恐惧长时间地相处 但是却不会去 因为一时的反应 造成一些破坏性的做法 所以前几天地震你就完全没动 就完全不怕这样 是啊 是啊 真的 太强了 因为不用著作权的话 那你有东西如果要上到NFT怎么办 免费吗 那你也可以帮我上 这就是那个低费的意思 你如果想要陆唐凤讲一句话 你就低费我讲就好了 那我拿来卖可以吗 因为我连肖像权也抛弃啊 所以可以拿来 对你可以拿来卖随便啊 对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公共财 已经捐出来了 哇 好伟大 我们开始 所有人有一些那个副业的 他就开始换你的IP 然后都直接挂你的名字 上次有一个人问我说要授权 我说那是一支海报 又不是我 为什么要授权啊 对那所以后来那个 黄丽沛嘛对不对 后来他就做了什么 凶针别针什么之类之类 然后有一整个系列的插画 但是我明年开始那个随便都唐凤 唐凤学院唐凤 唐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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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用 免费用这样 没有问题 很棒 我觉得很棒 给大家一些很新的idea 因为毕竟资本主义社会 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利益上的东西 对 可是利益这件事情在你眼前 已经是没了虚无的 对啊 因为兄弟明天就没有 所以我聚集起来没有意义 好 下一个问题 好 OK 那有40个朋友们问说 请问唐凤 讲师觉得自己生而为人 在整个宇宙里面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那又是何时开始有这个认知 并且跟着这项使命来前进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所谓这个登出的时候 让世界比登入的时候更好 这个对一般人来讲 所谓登出的时候 他的那个感受可能是 看各位的年龄 应该是算是一样的 平均余命50年以后或60年以后 对不对 那但是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可能五个小时以后 或六个小时以后的那种感觉 所以因为 当然大家都会说 把这个什么 每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等等 但是因为我从有记忆以来就是这样 所以我不会因为说 准备把今天特别当最后一天来过 然后就是特别去挥霍啊什么之类 因为我在有记忆以来 每天都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这不一定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使命 它是一个真的可以很personal的使命 就是我今天学到什么 那我睡前 有没有让他不要只停在自己脑里 因为有人提 其实网路上有人提过 现在的Generation 不叫Y跟Z 叫Generation Purpose 对 那你怎么看待Z以后的这一些 你会怎么称呼这些Z以后的人 2000年 对啊 我觉得Purpose很好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字 因为对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讲 就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是非常重要 那在我这个时代或更资深的 在我们当时 我们能够碰到的人 常常是住我们附近的人 就是我们的邻居 但是这个时代 也就是说有social media 有手机之后的这个时代 尤其是在台湾 就是你整天开直播 也不会有任何编辑成本嘛 因为什么469吃到饱之类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邻居 就大概不一定是physical的邻居 而是任何共享 purpose的人就是邻居 那全世界正在做某个SDG题目的人 他自己成为一个tribe 成为一个这个类似族群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自然的 那尤其是在过去两年多来 那他们在其他的国家 防疫比较没有台湾那么好的国家 which is New Zealand 之外的所有国家 那在对他们这些人来讲 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再用传统的方法 在他们住的比较近的地方形成社群 所以他们不得不用purpose 就是共同的hashtag等等 来形成社群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情况 那也不限制年龄嘛 任何人只要找到purpose 你的hashtag对了 以下就可以找到这些朋友 那有个很特别的问题 有人问过你 那个Y跟Z以后的人 你会怎么称呼他吗 就现在2022年 今年出生的小孩了 2022年的话 因为我之前也比较少用Way跟Z 所以我是觉得好 但你刚刚说purpose generation 我觉得蛮好的 之前好像设计有用过一个叫做力时代 就是力量的力 就是比较着重 像刚刚讲的那个practice 就是不是只是满足于自己累积 而是说要分享出去 要有purpose 我觉得这都很好 那我想要插播一个问题 很多女生呢 其实想要的东西太多 然后就会觉得也想生小孩 可是担心小孩的未来 担心地球的安全 是 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所以意思是说要到火星去生 好像有点远 但是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如果我们自己已经想清楚了 说我们是以purpose为主的话 那就是你就一个很明确的讯息给你的小孩 就是说那他也可以透过类似的方式 找到自己的purpose 也就是说 我想在这里面生教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你自己是处在一个purpose 比较不明确的地方 那当你的小孩跑来跟你说 他不想要继续念国中文 那你会很慌 因为并没有一个外在的架构去架构它 但是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很明确有purpose的 像我妈那样子 就是我的小时候像八岁的时候 就是他是一个连环创业家 所以我随时就是有记忆从八岁开始 他就是在创业 就是从当时主副联盟環保基金会 然后到商业周刊 后来种子学院什么之类 他每一个阶段的purpose 他的pitch 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家里就是 我是他rehearsal的这个对象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他的purpose非常的明确 所以也为这易若失 我也应该要做类似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自己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或没有这样子的状态的话 那如果我自己说 那我想要去发展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他就会急着把我盯进体制教育里面 或者是硬要拿个学位 要跟别人家比 什么之类之类 那这样对他的小孩就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以母亲身教很重要 对 难怪我一直觉得我人生目标其中一个就是要打麻将 可能也是受我妈影响吧 是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麻将算不算一种电竞呢 对 或者是偶像的角度 那原因是因为我爸的关系 我爸他就是从小给我灌输一个观念 就是永远不要被别人灌输任何观念 就是包含他自己在内 包含他自己在内 就是说他教育我的方式是用所谓的苏格拉底方式 那是简称禅破法 那那个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如果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我哭闹什么是绝对没有办法要得到的 我必须讲出某个道理来 然后呢他一样就是倾听 他绝对不会打断我 绝对不会说他才有道理 他会听我讲 但是我讲一讲 他就会开始提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好比像说 这个你前两句话是讲这样 但是跟这个其实没有你说的因果关系 可能只有这个同时发生的关系 只有correlation 或者是说你说大家都这样子 但我现在可以想到一个反例 这个反例就是你刚刚讲的什么之类 就是说他完全不会用他自己的学识 或者自己的judgment来影响我 但是他会不断地帮我做 类似拼字文法检查那样子的工作 就确保说我的思路是前后一致的 那这个训练就让我发现说 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是哪一个人 他当时的决定 在他的时空环境里面 我就照抄就是了 就是一般导师我想都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他在那个很特殊的状况里面 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是因为他有一个前后一致的一套思路 所以有一个前后一致的思路 把事情想清楚的重要性 高过我去追随谁的这个重要性 那后来当然也看了很多所谓的人生导师 什么咕嚕啊 什么可以吸他木体啊 什么奥秀啊等等 但是就是后来他们在讲的 其实在我理解也是同样的这个意思 哇哦 所以爸妈很重要 但如果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爸妈其实就是 麻瓜 的花 那会怎么样这样子 那这个好像应该是问那个 JK罗琳的问题 不是 问我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这个假设新问题 没有办法回答 对因为刚好有学员在里面 问到情绪勒索这件事情 是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他可能真的没有这么 就这个机会是爸妈真的给他很完整的一些教育或概念 然后可能他们到现在 还是会用他们父母 例如说婚姻关系的问题 一直压在自己小孩身上 这到底要怎么办 不过就像刚刚讲就是学弹钢琴任何时候都不太晚 那同样道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呼吸 那当你就是有intention 就是有留意自己的呼吸 或像我有留意自己使用一支笔 而不是手指在跟一幕互动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你就算过去有非常多的情绪的累积 有些习惯有等等 但至少你现在每一次有注意力的呼吸 或者是用键盘或者笔跟触控一幕相处 它就在心里又多创造一点点空间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 就好像说你要突然之间大车大物什么东西的 我是没有什么大车大物的经验 而是说每天每天就去看说 那我可以多争取几秒钟的几分钟的等等给自己的空间 那有时候这个boundary setting非常的重要 像我在行政医院 其实我的同事 特别是院长或者甚至总统 他们也并不是那么习惯说 要等三十分钟才找得到我 来说真的 但是就是在当时我们就是牢固协商嘛 这就是我工作的一个条件嘛 就是要不要随便 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讲出 我的这个boundary的话 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会觉得说你随时uncore 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吧 所以就是先把自己的需求 在沉淀的过程里面能够讲得清楚 其实绝大部分旁边你的环境 是愿意支持到某个程度的 的确是 那这代表你很会练习控制情绪这件事情 但如果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情绪的话 比如说我们就接过有人IG私讯 他的真的是公婆 把他们骂到说女力学院是一个宗教 然后这种 假设你是女力学院的校长 你会怎么回这个问题 甚至有学员就是来上课的时候 他们就是哭着说 例如说他婆婆就会说 你都没相夫教职好 你凭什么来自我成长或自我学习 宗教对你是一个贬义词吗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很好 还不错啊 女力宗 听起来 女力宗 谢谢 女力宗 我们logo开始要变成唐凤的IP了 开始 女力教然后唐凤的 对 感恩师父 那个 对啊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 一个 不管你要把它叫宗教 还是叫做一个成长的circle 都会有它的内居性 就是在里面 大家能够真的彼此学习到的部分 跟它的外扩性 那通常一个宗教会比较说邪教 就是因为 就是它并没有什么外扩 就是从它角度来看 外面都是坏人 那从外面角度来看 当然它里面也都是坏人 这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女力宗 应该不是这样子的情况 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沟通的重点 这个value proposition 就是你的主要价值组装 还是说大家经过这样子的彼此互动学习之后 怎么样让自己变成一个 从外面看起来 也是变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人 对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话 你就有所谓的改变理论嘛 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看到你的轻盘号 有更好的改变的话 那也可以推荐它入教啊 对不对 那这样子你的那个传播力才会 R才会大于1啊 对不对 才会一传10 10传百啊 这个R0等于10啊 等等这个情况 那说不定你还真的要就是去登记一下宗教法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这个 但这个讯息 对外的这个讯息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了 所以这是真的可以大家稍微想一想的部分 那这样的话 之后如果家人还是觉得说 你花太多时间过来 那至少你可以说 那但是其实这让我变成一个怎么怎么样子 而且对你也不错的人这样 嗯 你刚刚有一句话 连我都听不太懂 什么是R等于10 对 就是大家如果下午2点有听那个指挥官的那个 就是记者会代状节目的话 那他常常会有一个折线图啊 会说我们目前的病毒的RT 就是在目前的这个时间里面 平均Omicron这个一个人可以传播到几个人嘛 那我们知道Omicron这个分支 就是他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大家都不戴口罩 那他R值是10 就是在一个潜伏期里面 平均一个人会感染10个其他的人 所以就是真的literally一传十十传百 那我们因为就是大家戴口罩清洗手持联制等等 所以现在应该是R值在1.2以下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是已经把它的传播力压制住了 哇 传播力的概念 我们今天已经上个幼学课还是什么 我们已经上个幼学课还是什么 那你可以把那个π等于3.14全面背起来 1459269 5358979 哦 不是要背这个 不是要背这个 已经被它内化了 对 好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好 有35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对于自学的规划技巧 例如像时间管理这个刚刚已经回答了嘛 范茄忠 那自我状态检视这个也大概回答 就是睡前跟刚醒来的那个状态嘛 那学习曲线的客服 customer success 这应该是打错字 那以及学习效率 OK 好 那 不过我想这个 有时候打错字都是那个forward and slip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无心但是其实是有意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切进来好了 就是 因为学习曲线 它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是完全看就是你有没有进入那个充满兴趣的状态 就是那个flow里面 大概大部分的人在flow里面的时候 其实没有在管学习曲线的 就是我单位时间里面 我有一个灵感 我就是要把它创作 然后发挥出来 一直到这个灵感用完为止 那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嘛 就是一种比较高峰的这种经验 但是如果就是你是一个因为外面的事情 比如说你要通过考试 或者是说就是明天要交稿 你其实根本不想写等等的这个情况 就是它的动机来自于外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有所谓的学习曲线 因为你是在不得不然的情况下 然后就去想说好吧 那我先学一小部分嘛 小阶梯教学什么之类之类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开始感觉到陡峭 因为其实你内心的那个阻抗 才是真正的这个状态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这里面就是要Customer Success 要做一个客户服务 就是说你要服务你自己心里面 特别想要创作的那个部分 那特别能够就是有Purpose 就是发挥出来 让其他人也感受到那种意义的感觉的部分 那你如果服务那个部分的话 就是以客为尊嘛 但是这个客是你内心的那个创作者啦 的那个情况 那其实你就会发现说 从那个角度来看的 内在动机驱动的东西 所有的学习齐旋都变得好像平的一样 就是你就可以非常非常容易的 就是找到各种各样的资源等等 那在这里面被打断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的这种灵感啊什么东西 如果你突然间被打断 那你脑里本来是装同时七件事情加减二 大概七件事情 才能够去把那个灵光能够充分地描绘出来 但是瞬间你就被打断 然后你要去处理另外一件事情 那可能就已经两件事情放旁边了 又被打断又剩两件 那这个时候就是打断三四之后 那你脑里就只剩下一个最粗略的轮廓 那就掉回完全没有flow的状态里面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身体边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时间边界我觉得不比身体边界要来的不重要 就是要守护自己的时间边界 就像守护自己的身体边界这样子 那这样才能够在那个flow state里面待得比较久 才比较没有学习曲线的问题 那刚好有个学人今天一来就问我说 S姐我现在压力好大怎么办我好多事 那就睡到自然醒 好 那我回答你了 标准答案 对对对 反正就是只要有压力的事情就睡到自然醒就对了 所以其实你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 就是说我白天累积的压力就是越多 我就睡越久 就这样子 哦 我如果只是两个部会冲突的话 那我睡八小时就够了 但是如果是一次六七个部会的话 那我就要睡九小时要加班 你知道吗 那你会有紧张的时刻吗 就是心脏跳很快的时候 对啊会啊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也会提醒自己说 这个分析钟快到了 所以就是怎么样 我那个紧张的情绪 焦虑的情绪 不会超过二十五分钟 那反正我最后五分钟反正就是休息 对因为很常看你在 原剧跟一些很多国外的大使在对话的时候 好像都没有表情 其实你内心很紧张是吗 不是我没有表情是因为我在观察他的状态 就是说我真的很认真听的时候 我是完全没有表情的 因为我只要一表现出表情 其实对方很容易顺着我的表情讲 对就是觉得我在肯定他 我在否定他等等 真的耶 但是我如果真的完全没有表情 就最多稍微微微微笑的这种表情的话 他才真的能够想到什么讲什么 不然他觉得随时都在被我打分数啊 因为在职场上如果很多人讲话 然后主管没有表情 他们反而更害怕 那你就请主管戴口罩这样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可以 可以脑补各种表情上去 可以 我觉得很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好的 那有四十位朋友们问说 他们可能会讲一个笑话 哇 对 这个是就是考验我们Cereal 可以啊 就是一个笑话 讲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有笑嘛 有笑 可见是笑 哈哈哈哈 好 看下一个 好 那有三十七位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面对职场啊 或者家庭啊 来的这个情绪勒索 其实情绪勒索 它之所以会成立 是因为 你在心里没有足够多的空间 也就是说 如果心里没有空间 那你一下子来了很强的 像讲对方拍桌子啊 或者很不舒服啊 等等的情绪 那我刚刚讲客厅那个沙发 这个住不下了 那它就会开始挤压你自己的状态 挤压你自己的状态 当然是非常不舒服的 那所以你就会去做那种 短期性的措施 试着把这种不舒服的事情 就是从心里面赶走 这就是他要的 这就是情绪勒索成功了嘛 因为就是希望你有这种 短期的反应 那但是如果你是在心里 有足够多的空间的 那他就是哭啊闹啊 上吊啊 什么啊之类啊 那我们就说 这是很欣赏 很欣赏你的创业 欣赏你的创业 那原来中文可以这样子用 这个惊叹号 原来有全新的惊叹号 对 就是说 当你心里的空间够的时候 那对方任何表现 他其实你就把它当作一种 语言的材料嘛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一直等到 就是对方发现说 这些做法 完全没有办法让你激起短期的反应 那他也会进入一个说 好吧那至少他到底要什么嘛 的那个状态 也就是说 并没有把对方的愤怒 变成不重要 而是说把它当作一个 好像游标一样 就是说他让我们知道说 在这么多他的诉求里面 为什么他这个 就让他特别不舒服 是因为他觉得 我们应该来先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他一旦知道说 你真的有focus在这件事情上 而且他怎么闹 你都不会有短期反应的时候 那就会像我爸对我一样 就是说那我怎么闹 都不可能从他那边拿到我想要的 那我还是就是会来讲道理吧 这样子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其实它是让我的情绪的发现 能够是一个很完整的cycle 不会变成说 好像我因为就是在情绪最高涨的时候 他也被我拖下水 那就变成是说 我们反而不能就事论事地解决真正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心理空间如果不够 好比方说我没睡够的时候 有的时候 如果对方情绪一上来 我就说 不好意思我没睡够 就是我昨天睡六个小时 我就是要补上两个小时 我补了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来处理这件事情 对 那这个但是也是当天嘛 就是我并没有拖到隔天 但是我会自己先对外说 那我现在心里有空间 可能放不下你的这个情绪 那是不是等我睡了两个小时 我们再回来 这个超有用的 我现在心里的空间放不下你这个情绪 对啊 或者是用他的言语说 你讲得真好 然后就先把这个带过去 对 因为就是 就是说我无论如何都是我的问题 就是说我心里空间不够 那是我的问题啊 但是你如果要我来处理你的问题的话 我也要先把我自己的问题解决 那我解决方法就是跑去睡五觉 就这样 哦 所以以后我们员工被骂的时候 他们都应该去睡个觉 可以想象 是是是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好的 那有37位朋友们问说 对小资族来说 请问对物价上涨 以及薪水动涨的看法 到底要怎么样处理个人的财务问题 不过因为每个人理财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的做法可能很难给大家参考 之前基附通他们来采访我的理财方式的时候 那我就说我入个钱啦 入个钱的理财方式就是 我会先找我的Purpose 这个月或今年 待我需要做哪些Project 然后我会去算说这个Project大概需要多少钱 几百万等等 那然后我就会回头 跑去找Angel 跑去找VC 跑去找有钱的人说 这件事情值得大家做 那个钱给我我来用 所以就是说 就是完全量出为入的一种用钱的方式 就是说我赚的钱都是为了Purpose赚的 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赚的 我可以证明我的这个目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大家觉得值得 那大家投资 那我就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大家觉得不值得 显然这个Purpose也就还没成熟 那也许我也不太需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从14岁 就是从中二辍学 我15岁就开始创业了 16岁就开公司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 我们这个Pitch是蛮成功的嘛 当时资讯人应该是 从国外募资最多的一家公司 那当然后来就是垮掉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西谷了 去做下一个这个创业 那因为我连续创业大概到第四次 才比较真的就是做出一些成绩来 那所以就是前面就是把投资人钱烧光 我就发现说我只要能够就是有担当 就是说不是人落跑 而是说能够很精确地跟他讲说 到底为什么现在这个主意对market没有fit 到底为什么我们这次的尝试失败了 而且我已经退了80% 我用不到的钱给你 而且我还愿意说 那我去像这种学院里面 我去分享一下说 那下一次我如果再创业 会怎么样做得更好 我只要对这整个生态有交代 我发现这个投资人下次还愿意投资我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不会有一种好像要赚多少钱才够花的感觉 因为我是需要花多少钱才去要 所以这个跟理财我想是不太同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你是完全是purpose的状态在讲钱这件事情 但我们一般人比较肤浅一点 他们都会 不是他们 大家 我们 我也会 咱们 对咱们 女性很容易创 女性对于投资 或对于数字啊 K线 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了解 是是是 她们都会创造很多新的自己的生意 是是是 那她们如果来跟你讲 她这个生意有个purpose 比如说她最近很流行 那个瓦尔洞那个叫什么 财尔 财尔 然后她来跟你说 唐小姐 我们有个财尔斯的 是是是 想要让女生的耳朵舒服 很棒啊 高潮 超棒的 然后想要跟你谈 投资 对 那这种你会怎么问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投资 我是公务人员 你记得吗 假设你的朋友问你这个问题 我只能做非盈利为目利的生意 但是我大概都会问说 那你这个怎么样扣合到 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说你怎么样子让 下一代的社会跟世界 比这代的要来得好 所以就是说你照顾 就是每个人的 耳朵的跟心灵的健康 它怎么样子促进优质的教育 怎么样子去结合 国际的伙伴关系啊 它怎么样子用来做 循环永续的城乡啊 那举例来讲 像剪我的头发 那个好剪财 它就有各种这样子的理论啊 就是说它什么 你在被剪头发的时候 是吸取新的知识最容易的时候 所以社会企业的各种新知 就可以怎么怎么样 所以他们有一整套 这个为什么剪头发 是传播社会理念 最好的时段的这种 就是改变理论 那这个就很成立 而且真的很成功 拿到影响力投资 所以你需要去发展这样子 就是把自己的兴趣 跟公共利益 结合出来这个桥结 剪个头发也可以有一个 永续发展的感觉 我们在干嘛呢 头发代表各种DNA 所以可以延续生命 我觉得也很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练习 说故事这个能力 对啊 而且这个说到就要做到啊 就是每年还是要有一个公益报告 就把自己当成上市规公司这样子 就是每年都提出公益报告这样 那我想只要把自己当作上市规公司 其实这是一个自我成真的预言啦 你就比较能够争取到 那些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力投资者 那这样回到职场上 有些人就开始思考 有些主管相对会说比较不会做 那怎么办 就是这件事情 公部门相对也是有一些好 是是是 当然啦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到要做到 所以这两个是要有一个平衡的 那如果就是很会说但是不会做 那他就要去配一个很会做但是不那么会说的人 那这样子他的这个说跟做才能够达到平衡嘛 所以大概就这样 那我的策略其实很简单 我只说我已经做到的 所以我绝对不会去画大饼 那这样的话我 因为我真的就是不是自己说 还蛮会讲的 所以我如果去讲一些我还没做到的 那很容易就是在各位心里面放大 那变成是说 那我就是说到九分 那只做一分的情况 但是因为我对自己 特别是加入公部门之后 有一个约束 就是说我只讲已经做完的 那这样的话我就再会讲都没有关系 这样子也是一个 你也许可以用来提醒你的上司的方法 哦 所以反过来可以呛老板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没有 向上管理 向上管理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不能说太多 然后没有做到就很危险 先做就对了 很会说非常棒 但是试着就是只讲你已经做的 嗯 很棒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很女力的问题了 是 请问怎么样看待女力哦 或者女性意识兴起哦 这样子的议题哦 因为我妈在我最小的时候 创业就叫主妇联盟嘛 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从小就 就面对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这是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 那尤其我后来进入了 就是咨询科学的这个行业嘛 我就发现说 我们是叫做城市设计 那是一门设计的行业 而不是资讯工程 一门工程的行业 那这个就对于我们这个行业 保持良好的这个性别多元性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设计师嘛 当然就是不特别关心别 甚至性别流动这个 对设计师来讲是一件好事 那但是工程师就未必如此 在一般社会的认知里面 所以后来我们就尽可能去 就是把这个往设计的这个方向带 那或者是像大家之前可能有看过 我们的那个资安的一个 给高中生的一个program 叫做什么资安女杰斯嘛 GICS 那当时我也是拍了一个 就是形象宣传片 然后说这个我打电脑的时候 电脑从来没有问过我性别啊等等 那也是希望说在资安 因为资安里面就真的蛮适衡的 那但是我们就想说 如果我们去问这些女生的高中生 她们明明资安能力很强 为什么后来到了大学 或者她出社会没有选这条路 那大部分都说 因为我的家长就是爸妈 不接受我去当駭客 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他是男生的话 他会说我要当白帽駭客 他爸妈还可能觉得蛮酷的 电影里面都有演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是女生说 我明天要当駭客 好像就是爸妈不是那么高兴 跟这个比起说我要当设计师来讲 就是没有那么多支持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问说 那什么可以帮得上你的忙 那当然就是后来我们有群区 是科技嘛 那或者我嘛 什么拍这些形象 但是后来发现最有效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能够去跟总统吃饭 然后总统直接就是 搬那个很棒的这个合照啊 证书啊什么 那他就可以回家跟爸爸说 你可能如果逼我去做这个的话 我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够去跟小英合照 但是我做这个的话 一下子这个就可以跟小英合照 那对我想我们在工部门就是很需要去强调这些就是正向的role model 然后去确保说就是你的命运不会有你的性别决定 那尤其是在刚刚讲到比较安全工程等等 传统上面比较适合的地方 我们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 那我们人力需求永远就是在一个非常不平均的情况 的确是 因为女性通常创业都没有创到很大 都是微型创业这件事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女性的微型创业呢 不过我想就是台湾的话 大家都是中小气啊 就是说很少就是不分性别啦 很少是 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是一个比较敏捷的一个结构 所以其实真的任何人在创业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一个优势耶 就是说它让轴转的成本变低 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拿了非常非常多VC的钱 那你有非常大的压力要在短期身内exit等等 那当然在票面上面看起来很棒 但是事实上它很可能那个压力超过这个 在一开始至少前三次创业的人的那个状态 因为我之前在咨询员完全知道那个状态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是说 那我要解决的是我身边的问题 但是我解决的方法我愿意跟大家串联起来 要不想透过这样的场合串联起来 然后我不是自己闭门造局 我是开门造局 跟所有其他在我的业界的这个生态 都能够分享我学到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 事实上就是你每次走转的时候 就像刚刚讲我后面几次创业 每次走转的时候 你就是有更多的贵人愿意来帮助你 因为他知道说你是帮整个生态促成去加分的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Purpose世代 我觉得你在创业的时候就是解决眼前的 或旁边的人的问题 然后再透过刚刚那个社群想象的Purpose的共同体 然后一次去解决全世界类似的状况 那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场景里面 可能都是小型创业 但事实上你是在一个非常大型的社群里面运作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世代创业 比较不会造成自己那么大的负担 也不会倾家荡产的一个创业方向 哦 那我可以到齁 都有齁 好 因为很多很多的insight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棒 就是有录影嘛 所以可以用那个0.25倍重放 好 也是 说的也是 很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谢谢 有38位朋友们问说 唐凤的求学历程跟大多学人不太一样 很想听他本人对于目前的 台湾教育的发展的想法是什么 我在入阁前 我是在设念国教科法会 所以我当时的很多想法都已经写到 新科纲 就已经把科纲里面去了 那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 所谓的素养导向 那素养导向 大家现在应该都比较知道素养导向是什么了嘛 就是说尽可能地去用在内部的 自发 互动 共耗等等的这种能力 而不是说个人跟个人在外部的 好比想要考第几名 第几名的那种比较去衡量彼此 那这个完全就是来自我自己的小时候的经验 那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我在小学二年级 就是八岁的时候 那一年是被霸凌最严重的一年 那一年就是班上的第二名 当然我是第一名 会就是不断地霸凌我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希望说 这个我死了之后他就可以第一名了 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当然你说他肢体上多暴力也没有 但是就是言语啊 情绪啊 这个整个就是非常不舒服的状态 那我当时当然后来二年级下学期就修学了 那我修学之后就去看了很多书嘛 皮亚杰 摩特索利 萨提尔等等 就是一些成长心理学的书 去了解说为什么一个八岁的小孩 还没事会这样子跟他的同学讲 那我就了解到说原来不是他自己 而是他的家长有刚刚讲那种外面的成就焦虑 好像是说他们自己的self worth 就是觉得自己值不值得活着 是建立在这种非常不稳固的 因为我转出去了嘛 所以他真的第一名了嘛 但是他状况有变好吗 没有变好啊 他完全是一个不稳固的 未来别人转入 他又第二名了 就是一个他自己没有法控制的情况 那因为这个没有法控制 所以他会把这种不舒服的无法控制的感觉去 我们叫做acting out 就是去外化 变成这种霸凌的行为等等 那等到我了解这件事情之后 所以也就无所谓原不原谅 因为他只是这个体制的自然输出嘛 不是他也会是别人嘛 那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们就在星课纲里面 我们试着去说 那如果你每个人在一二年级的时候 都可以自己转身找到自己的跑道 那他就赢在起跑点上 like by definition 因为他的同学都不跑那个方向 所以就是你就赢了嘛 对不对 一转身那一刻就赢了嘛 那如果一个班上二十个人 真的就找到二十个不同的purpose 那我们作为老师的反而是应该去介绍到 他的这些purpose相关的社群 而不是说这二十个人在那边分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等等 所以我想这个基本概念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去真的在每个场域里面落实 因为很多的中小学老师 他自己在师范提系的时候 并不是这样子就是被教导的 所以他自己也会需要一些就是向上管理的部分 的确是 因为其实女力学院的课纲 有一部分也是透过108课纲去转换过来的 那麻烦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会认为 我的小孩是这样长大可是老师自己没有进化 那怎么办 教教我们的上一代 真的 是是 但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老师 虽然就是有些人他不习惯 但是这个就是很明确 就是他的方向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里面 就是校长以及学校的课发会的参与 那也不一定是课发会 其实现在在特别高中 但是中小学有时候也有 有非常多除了家长会之外的参与方法 我们知道说学校的校定课程 特别是校定选修 那很多也是学生代表或家长代表 在学校课发会里面提出来的 甚至服装 仪容 早自习 什么之类之类 就是各种各样子在学校里面 能不能够订外食 什么之类之类的 自律规范 以前他们都是教育部的执行单位 那现在每个学校都可以自己 就好像办一所大学一样 去开始筹划自己的这些做法 那所以每一个都是 你跟你的小孩参与的管道 那你也可以跟你的小孩说 就是就算没有办法 一蹴可及立刻就改变 那至少你是在帮你的学弟妹 争取权益 争取更合理的环境 那只要有这样子直接的对话 我觉得老师慢慢就会发现说 因为他自己如果管太多的话 他自己成长的空间也会受到影响 那不如就是有更多的部分 就是让家长 让小孩也能够 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设定 哇 这样老师果然就轻松多了 确实 确实 因为老师 特别是有行政职务的老师 爆肝是真正的情况 所以你的参与只要是 就是带着礼物来 就是他本来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分一些自己就做了 有自律嘛 就不需要他律了嘛 那这样子的话 他只要能够少爆肝一点点 他其实是非常感谢你 很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很相信 改变一个女性 是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 没错 很棒 很感恩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好的 有30个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党轮替之后 怎么确保我的优良政策 继续被延续下去 这个我2016年就碰到过一次了 因为我是2014年年底入阁的 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是毛之国当院长的那个时候 然后张山珍副院长 然后蔡玉林政委委员 那我本来是在蔡玉林政委员办公室 那是他的所谓reverse mentor 就是一个专案顾问 那我在那边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那到2016年的时候就 怎么讲 见习转正 就是说还是在同一个办公室 但是博士顾问 那是等于就是政务委员 那但是那个之前那个之后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行政院特别是政务委员的这个层级 它是没有什么党派的 我们九个政务委员好像七个人都是五党级 那事实上就是各部会里面也差不多 就是五党级的部会首长 比任何一个党级的人数多 那这个是在国外的宪政体制 尤其是内阁制 是大概没有这种事情 就像我们立法院 当然不可能五党级 暂时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没有这种事情 但是至少我们在行政院里面 它是一个比较没有党派之分的 那我们提出去到了立法院的那些草案 也可以是在一个大概 跟党派比较无关的状态下面 去拟定出来 但到那边当然就开始进入 这个党派的politics等等 但是那个部分 因为我又不选立委 没有什么我参与的部分 我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哦 会不会有很多人希望你选市长 对 那这个我有就是 其实很早就有人提过 这个2018的时候 就是就已经很认真的来征询我 那那时候也好 这次也好 那我都是跟那个来问的人 事实上也不止一边了 来问的人我就是说 因为我有去问过那个我阿嬷快90岁 那她在淡水 她在淡水 那所以我每两个礼拜 一定都会回淡水去看阿嬷 那跟阿嬷讨论这个题目 那淡水阿嬷叫我不要选 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政坛 那个淡水阿嬷有一言九鼎的能力 就是不管是要选还是不要选 都是淡水的阿嬷说了算 那我的淡水阿嬷 那这个在这两次跟我讲的都是相同的 她是说 因为我目前在做的这些事情 就不管是民主的深化 还是国际的延结 那这个是没有人反对的 可以说是没有反对的 在国会的四大党 每一个在就是开放国会的这个行动方案 开放政府等等 这些地方没有任何人反对 实际上他们是在比谁比谁更开放 更民主更参与等等 那但是我如果现在要选市长 那我必定会跟某个党派比较近 不管入不入党 那这个时候 我本来在做大家都同意的事情 就会变成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反对我 那这样子我本来想做的事情 变成做不了 那所以因为淡水阿嬷很有智慧 所以我就听了淡水阿嬷的话 就没有选市长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什么地区的阿嬷 对 我是台中阿嬷 对嘛 你是淡水阿嬷 可以可以 阿嬷的话要去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是 OK 有三十二位朋友们问说 在老师心中好好过生活的定义是什么 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同样重要的 就是说 在睡前至少能够讲得出一件事情 是比起刚醒来的时候 你对这个社会或世界有做什么具体的贡献 再小也可以 那能够讲得出来 我觉得那一天就是好好过了 日行一闪 日行一闪 好可以 很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那有三十一位朋友们问说 彤彤您好奇为现在的资讯相当多 也很容易受到他人影响来改变目标 那在怎么样子 在资讯分杂的状况下 还可以坚持自己的决定 而且知道是正确的判断 可以找到目标 并且往目标前进 我没有办法 就是我也做不到 事实上没有人做得到 为什么是因为现在的资讯 当这个资讯有更新的时候 我们如果还停在脑里那个快取的状态 就是昨天的状态 或者上个礼拜的状态等等 那样坚持自己的决定 其实是一个公害 就变日行一二了 对不对 就是说昨天是正确的决定 或者正确的立场 只要在事实层面今天有所改变 那我觉得就应该跟着改变 事实上 我们在大部分防疫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做得相对还蛮不错 就是因为我们按照实际的状态 轴转 Pivot的速度特别快 我们24小时就可以轴转一次 那在绝大部分的其他的 就是管辖领域 就真的非常困难 他们可能一周 可能一个月 可能一季 甚至完全都没有办法轴转 光是要不要戴口罩 这种事情 他们轴转就非常困难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本来可能真的都是很成立的 就是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的 武汉族还是成立的这些做法 但是到他们一变种一变种之后 也就变成更不上这个病毒的速度 所以我不觉得我要坚持自己的决定 我觉得我就是要坚持地 跟上实际发生的事实 那跟上发生事实的方式 因为我不可能在每个第一线的状况 就是去充分地让每个第一线的人 不管是第一线的钥匙 或者是第一线便利商店的店员 或者是第一线扫食联制的这些朋友等等 当他们发明出新的东西的时候 好比像说我阿嬷那个社区 那他们很多就是长辈 那他也不会带手机出门 那他们就是盖章 他们盖那个姓名章 而且也没有名字 只有姓跟他的联络电话 那他们就发现说扫QR Code 因为他们拿手机出来就是比较慢 可能要六七秒钟 但他盖个章 因为他自带墨水 所以大概0.5秒 0.5秒 这真的是很创新嘛 那我们如果去剥夺掉 这些长辈的创新 我们说大家都非得扫QR Code 不可的话 那这样子反而是我们坚持自己的决定 是害了这些长辈 对吧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是说 没有那店家就是要保持值本 你要投名片 你要概念序章 你要什么 反正我们简讯实验制 只是实验制其中的某一种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一个无害并存的情况 无害并存的情况 反而才很容易 让大家开始 往正确的目标前进 所以过于坚持自己的立场 或自己已经做下来的决定 我觉得反而 跟大家认清共同价值跟目标 常常是背道而驰的 哦 果然是多元派系耶 是是是 真的很厉害 就是 你会口渴吗 会啊 我一直在喝水啊 对对对 非常感恩 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让唐鹏老师 我们结果很快哦 对啊 唐鹏老师自己选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太难了 给他选 最后两个可以吗 两个可以吗 没有 一个 一个 我们还是民主民主原则 一个吗 两个 一个不行了 他们工作人员一个就一个 好 有三四位朋友问说 诶 请问唐鹏老师怎么样看待大陆 与我们的关系哦 我不决定澳洲大陆 还是美洲大陆 这个 南极大陆 欧亚大陆 其实有很多大陆 王大陆 对对 如果某个大陆 王大陆 如果王大陆 光过来的话 那我们要给他满满的大平台 就是会有什么样子的工作 很厉害 对 都跟上史上 对 好 那我想 应该这样讲吧 就是说 我们自己在看 就是这种地缘政治的状态的时候 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是 我们自己把自己看作一个民主的典范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 就是本来 就是《台湾关系法》 刚刚写出来的那个时候 其实说真的 我们也还算就是蛮专制的 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自由 那当时很多还要靠在香港的国际记者来报告 在台湾人权受情爱的状况 然后去给当时的政府施加压力等等 这个民主化的过程等等 那在那个时候 那我们受到的国际的援助的情况 跟我们在这个时候 不是我们自己讲 而是经济学人 这个有公信力的一些单位都说 至少我们在亚洲 那民主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样子一个程度 那是国际的援助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看乌克兰的情况就可以了解 就是他们强调的就是说 这是他们 就是大家自己 每一个个别的个人 当然也包含他们的 政府里面的人物 他们自己就是一个free will 他们自己的自由的选择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liberate democracy 就是自由民主的所谓的阵营 在以前过去几年好像有一种什么民主退潮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现在因为就是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就在我们眼前就受到破坏 like literally 受到破坏 那所以大家就发现说 这个并不是好像损失掉无所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之前看香港的状态的那种心情 就是2019年年底的那种心情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乌克兰的时候 有相同的这种心情 所以我们在这种心情里面 我们自己就是要维持这个民主典范的状态 我们不能自己倒退回去 变成威权 变成言堂 变成这个前置行为自由 什么之类之类的 因为我们如果自己倒退回去 变成一个极权的状态的话 那事实上说真的 为什么大家要管我们死活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自己要继续去保持 这样一种自由民主的态度 希望会到这个问题 哦 这真的是一个很高大上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棒 因为时间关系 大家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很快 超快 真的 完全真的刚全神贯注在听 那我可以问一些比较personal的吗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你不要亂问 没有我personal 好你快点时间有限 比如说你每个人都会有些比较心态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比较心态 我觉得我比较没有比较心态 真的吗 比起来啦 比较没有比较心态 因为我是往内比 就是我会想说 那我昨天年这个荧幕的时间多少 那我今天能不能少一点 之类之类的 那或者是说我昨天这个心理的空间 感觉好像容量又有点不足 我打断过这个我的同事两次 我今天能不能少一次 之类之类的这种情况 那所以因为是忙着跟自己比啦 所以就没有什么时间跟别人比这样 哦 真的耶 在好好练习 对 因为跟自己比 有些女生就会没自信 觉得自己不够好 那就是那你就是每天都有更好的这个接口 空间 更好一点点其实就是更好 对 对 因为其实每天我都会告诉自己说 这是good enough 就是够好就好啦 就是那天也还过得去啦 对 那至少日行一扇嘛 其实你看标准蛮低的 但是当醒来之后就觉得说 那可以再好一点点 再好一点点 那相反的如果我今天这个全身贯注做到perfect 那我反而我明天失去动力 对不对 我没有更好的这个目标了 对 所以我觉得每天都是在那个实际的当下 然后够好就好 那日行一扇 那明天再好一点 我觉得这样可以保持一个 就是既不会过于自信 也不会过于自卑的状况 哦 很好 在卡爱这个状态我觉得非常好 对 那除了最后想请您给大家一个slogan 除了每天睡满八小时以外的这个slogan 有没有一个给女力的slogan 是是 那就是刚刚讲到就是说 因为完美的话 那就是对自己的压力也很大 对别人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我就会 都是引用那个Lena Cohen的一首诗嘛 就是 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今天谢谢大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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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